对于车离子的身份一直都是个谜 说他是好人吧 他为城镇凯撒做了不少的坏事 那说他是坏人吧 他不仅恢复甘铁雷的记忆 同样还照顾了干小暖三年时间 也救了很多次甘铁雷的命 并且在大结局的预告中 车离子的结局也曝光了 与甘铁雷联手对峙毒贩 就是在甘铁雷遇见危机的时候 是车离子一枪打伤了毒贩 救下了甘铁雷 按照编剧的反转能力 可能车离子就是卧底 甚至有可能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帮助甘铁雷 将凯撒彻底消灭 连甘铁雷知道之后 都是惊呼你隐藏的太深 确实按照车离子的做法 也能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比如甘铁雷昏睡八年 最后能醒来是甘小暖和车离子 一起努力的原因 就是他们一起研究出来的特像药 所以说甘铁雷醒来 本来就不是奇迹 然后车离子为了恢复甘铁雷的记忆 带着甘铁雷开始寻找从前的回忆 并且车离子一早就知道 甘铁雷身上带着切听器 确实基本上不忌讳着甘铁雷 很多事情都是在他面前说的 并且还护着甘铁雷的命 带着他去找凯撒的救部 直接刺激甘铁雷的记忆 并且连甘铁雷都忘记的街头地点 车离子怎么会知道 顺利的让甘铁雷与警方再一次联系 尤其是对凯撒救部妞妞含有说三截 车离子是一直隐藏甘铁雷的事情 并且只是自己提防着甘铁雷 却从来没有提点一下凯撒救部 甚至一路上一间谭家的人 都是拉仇恨的举动 最后直接逼着谭婆带着谭家人上门灭口 为的难道不是让谭家人落入警察的手里 谭家是冲着甘铁雷车离子来的 却是直接钻进警察的包围圈 甚至是凯撒救部的那些人 也是落入警察的手里 要不是有车离子的洗脑 甘铁雷还是自己人 凯撒救部的人也不会那么清醒甘铁雷 就算是有顾虑 也将甘铁雷砍成自己人 你就说车离子难道不是算计自己人吗 并且最后车离子做完这件事情 将谭家和凯撒都交到警察手里之后 却只是想从甘铁雷的嘴里知道苏灵是怎么死的 要说车离子心里最重要的人 只能非苏灵莫属 从她的名字就知道 苏灵最爱吃的就是车离子 所以车离子的名字就是车离子啦 很有可能车离子最后站在甘铁雷这边 苏灵绝对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说往往最深情才难开口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赞关注一条龙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